你永远想不到 乐坛大佬有多喜欢周深 我今天很开心可以听到 我一直不知道原来这首歌 大鱼是一个男的唱的 对 周深的声音真的是很 很震撼的 李克勤一听到他的歌声 满脸的心上藏都藏不住 一开口大家就知道他肯定是那种很会唱的歌手 而周华健开口也是一顿猛夸 他的声音很棒 很棒啊 很棒啊 他的广东话根本听不出口音 甚至在听到周深和李克勤演唱的神话情话后 直接丧失了表情管理能力 可以说周深的歌声不仅百遍 也是乐坛少有的天来之声 对此著名音乐大师吴童就称 他是音乐精灵 我觉得他的声音啊 清澈空灵 就像在音乐中游走的精灵一样 李健采访中更是感慨周深版本的贝加尔胡 被赋予了更多的色彩 那个唱高音的叫周深吧 他是难得天赋 他这首歌赋予了贝加尔胡更多的色彩 这一生一世 这世间太少 不得将你融化 冰雪的煽气 撒背顶又带着我的脸 听周深唱歌的心愚银唱部分 你给我唱哆嗦了 你爱摸我你 真的替你加息 对 某综艺上他与几个军翼通话 却冒充客服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而除了这些凡人类操作 他更是凭借一己之力 拉高了翻唱的难度 很久很久以前剧终 Oh my god WOW 终于消失不见 WOW 让我有双眼睛 WOW 周深节奏稳 音准 而且会跟乐队呼吸 所以具备所有的古典音乐家 所具备的质量 我听传令 我听大夜深 一所烟雨 与人平生 长音过礼中 一许六百遍一宿 沧海一梦 周深开唱这件事 告诉我们人各有天赋 大雨的去跑 而说到周深 就不得不提一句 他演唱的大雨了 空灵完整的歌声 不仅我们喜欢 李玲玉老师也十分喜爱 第一次听他唱的时候 我会有一种就是 身临其境 然后真的是整个感觉 好像寒毛都竖起来 然后就自己会掉眼泪 这种眼泪不是说 因为我被什么感动 而是就是 一下子就震撼到了 震撼到就喜欢这首歌 甚至在某综艺上 乖小童还一度被唱哭过 每一滴泪水 都向你流淌去 倒流进天空的海底 当然了 不仅仅是前辈 对周深一致的好评 就算是其他歌手 也纷纷化身夸夸团 那节目最后咱就一起来听一下吧 我们明天见啦 拜拜 当年第一次听他唱歌的时候 我整个人吓死 我总是在说 我说人类怎么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就看周深唱歌的时候 总会让我觉得特别幸福 这种幸福是我在别的歌手身上 感受不到的 就是没有人不喜欢的 我们好像这个小鸟也太厉害 特别好像太特别了 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想看更多好听好玩的音乐资讯 欢迎点赞订阅下方音乐官方频道 我们明天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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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